救赎成功后 我为了柳如烟的一句话留下来 可婚后三年 她变心了 系统说我是为了柳如烟而来 她一旦不需要我 我就会被迫脱离这个事件 后来系统问我 想要怎么样的死吧 我说 那就死在初遇的天桥上 可我没想到的是 肇事者也是她 事故通知书 或许是我留给她最后的礼物 得知柳如烟变心的那天 正好是结婚三周年纪念日 那天晚上 我特意亲手做了她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我那个时候才知道 满桌家常菜 从热气腾腾 到冰冷 只需要三个小时 从晚上八点等到十一点 我等到了 只有柳如烟一个敷衍的微信回复 公司临时有事 晚上就不回去了 我不过是回了句 什么事情啊 她便发了条语音 公司的事情你又不懂 能不能不要像个怨妇一样 问东问西 语气烦躁 带着不耐烦 以及一丝理所应当 她好像说的没错 承诺婚后照顾家庭的我 看上去的确和当今社会脱轨 目光可及之处 只有茶米油盐的琐碎事 所有人都艳羡我 年纪轻轻就吃上软饭 老婆长得好看 还愿意养家 可他们忘记了 公司建立初期 是我带着柳如烟 一步步立起来的 喝酒喝出味出血的是我 住院的也是我 本来应该是夫妻搭档双赢的局面 可我因为柳如烟的一句话 甘愿退居幕后 做她背后的男人 无言 以后你照顾我好不好 我不想要一个冷冰冰的家 你做菜那么好吃 给我做一辈子饭 好不好 那个时候 我们情义正浓 她赖在我的怀中 情义绵绵 看上去爱惨了我 家 多么美好的字眼啊 因为这句话 我选择留在这个世界 和我的少女度过一生 可她失约了 不知 从什么时候开始 说好的家 成为了我一个人的笑话 她开始晚归 对我态度也一日不如一日 有的时候 甚至带着其他男人的烟草 味道回家 女人的爱与不爱很明显 她不会再腻在我怀里 甜甜的唤我无言 她开始冷言冷语 直呼我的全名 像是使唤庸人般 叫我做这作呢 我不是傻子 自然看得出来她的冷淡 可我不愿相信 曾经答应 与我一同组建家的女人会变心 可脑海中久违的系统音 让我最后的幻想破灭 察觉目标人物柳如烟变心 宿主的存在 成为情绪负担 即将被迫脱离这个世界 不是抹杀吗 我眨了眨眼睛 对系统的人词 有些不可思议 毕竟 在我的记忆中 她一向不同人情 宿主还有一个小时选择死法 请勿浪费时间 听着脑海中冰冷的机械音 我居然久违地感受到一丝暖意 没有期待 就不会受伤 我站起身 看着无人品尝的美食 报复般地将它们全部倒进垃圾桶 随后便打开手机 开始刷起了朋友圈 当看到那张轻易的合照时 内心深处 还是忍不住泛起密密麻麻的疼 柳如烟今晚的异常 有了最合理的解答 梅吉博回国了 那个曾经将柳如烟 视作赌月的浪荡地回来了 而柳如烟今晚的未归 不过是为了欢迎梅吉博的回归 她们正在一个包间里面庆祝 而柳如烟 正满眼惺惺地 看着人群中央的梅吉博 指尖颤抖地落在那双腿 看着双眸上 我险些握不住手机 视线逐渐模糊 可心却泛起层层不争 她难道忘记了梅吉博 曾经的恶劣吗 我本以为我的到来 可以改变柳如烟的结局 可如今看上去 我只是在自作多情 系统说 柳如烟本来是 绿文剧本中的女主 可是由于读者 对男主梅吉博的怨念颇深 所以需要一个 性格温和的男生去救赎她 而不是和一个桀骜不逊 不尊重女人的男人在一起 于是我出现在柳如烟的世界 和她一样 以特招生的身份 进入贵族学校 在被柳如烟那些女生 针对的时候 我会特意高声警告 说教导主任来了 让那些霸凌者有所忌惮 在柳如烟被那些富二代 失足赌约的时候 我冒着被梅吉博报复的风险 将录音亲手递到她的面前 那是我头一次看到柳如烟哭 她哭着问我为什么 那个时候我以为 柳如烟在问我 为什么对她好 可从朋友圈那张照片看来 那句为什么听上去 更像是对我的质问 质问我 为什么要戳破 她为数不多的眉梦 没急薄的追求 让暗淡的柳如烟 得到了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关注 可我却将她毁了 恍然大悟的 我又哭又笑 终于懂了这些年 她逐渐的冷淡 不过是对我的抱负 可当初懦弱的少女 到今日能够独当一面的女总裁 我是一步步看着她成长的 秋日的第一杯奶茶 冬日的第一份烤红薯 这些为数不多的温暖 让我如搁浅的鱼 企图从微小的事情中 找到柳如烟爱我的痕迹 系统 柳如烟是爱过我的 只是现在不爱了 是吗 我卑微的想要从系统的口中 得到答案 宿主 你还有40分钟的时间 系统的避而不谈 让我觉得 自己像是那丧家之选 狼狈可笑 我抹干脸上的泪 给柳如烟打了一通电话 她拒绝接听 可我不依不饶 连续打了20多个 她终于肯搭理一下我了 顾无言 你烦不烦啊 不是说了 有事要忙吗 透过女人不耐烦的声音 我听到的是 酒吧造杂的庆祝声 紧接着 便是陌生又熟悉的男生 柳如烟 谁啊 不会是你家里那位来查党吧 清挑中带着几分漫不经心 就像是随意一问 没 我和顾无言感情也就那样 办到夫妻罢了 她的语气变得有些慌张 似乎在担心梅吉伯会不理她 感情淡了 就一吹两散呗 我怎么记得 当初你和伯哥 还有一段未接情缘 不知是谁开始起哄 他们开始喊着在一起在一起 我不知道柳如烟 是如何面对这些调侃的 我所拥有的 只是电话挂断后的冷记 手脚冰冷 我狼狈地顺着墙壁坐在地上 哑声问脑海中的系统 作为攻略者 我是不是很失败啊 没能救赎柳如烟 反倒把自己搭进去了 系统沉默了很久 似乎看不下去 我这副惨淡样子 终于说出来 唯一一句带点人性的话 宿主 这只能说明 男女主之间存在某种吸引力 而且 您教会了女主自立自信 就算女主和男主在一起 也不会落入原剧情被动的局面 死亡之后 我会送您回到原世界 安慰我的同时 还不忘记 劝我早点死 死前还有系统眷念我 这种感觉还挺新奇 我穿上大衣 拿着车钥匙出了门 深秋的夜晚 带着彻骨的寒意 身后的路灯亮起 晕黄的灯光 带不来半点暖意 我站在小道上 本来准备去海边的我 顿时改变主意 不出一刻 我到了和柳如烟出狱的地方 天桥上车水马龙 如同这个忙碌的社会 形形色色中 总是叫人不适应 出来乍到的我 甚至还未反映过来自己的穿梭 就被眼前哭得稀里哗啦的少女 闹得手忙脚乱 在现实生活中 我本就不善言辞 看着少女可怜兮兮的样子 还是忍不住递给她一张纸巾 她狼狈结果 背对着我 悬缩成一团 也不说话 经过系统的介绍 我这才知道 眼前的小花猫 就是我需要救赎的对象 传说中的虐文女主 三岁丧母 七岁父亲因为偷到罪 被判十年监禁 靠着努力 讨上贵族学校 却因为一个赌约 意外和梅纪博相识 在经历校园霸凌 误任小三 怀孕流产 离婚再婚等一系列事情后 和男主幸福美满一生 听到这里 我的表情 如同地铁老人 看手机一样的无语 而我的任务 就是让女主自爱自立 不再为一个 没心没肺的男人而活 这个世界的我 家庭绅士和现实世界一样 无父无母 无依靠 看着闷声不吭的少女 想到后来 她为了一个男人 低三下四的样子 我忍不住戳了下她的肩膀 那什么 别想不开 人活着总会有希望的 虽然鸡汤 在面对考研失利 考工被人顶替名额 被公司裁员等一系列 糟糕事情的时候 我总是这般安慰自己 只要活着 总会有出路的 可少女似乎被我这句话激 她的脸上 难得露出几分孕意 你懂什么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活着有多嘞 或许因为我是 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她将自己所有的少女心事 都说给我听 我知道 她不需要我的安慰 她只是太委屈了 想要找个人哭诉 我默默地听着 在她口渴的时候 即使地上一瓶水 我们就这样 从天亮聊到天飞 柳如烟脸上的哀怨 逐渐消失 表情也变得和缓 对不起啊 浪费你这么多时间 听我的碎碎念 她站起身 拍了拍裙脚的灰 冲我摇了摇手 大声喊着 好心的少年 后会有期 朝气蓬勃 见不到半点小说后期 描述的行销古力 我突然觉得 系统派给我的任务 真的很有意义 起初不过是想要呵护花开 所以去照顾花 可后来 却是沦陷于少女的坚韧不怕 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深陷泥潭 却拼命向阳开放 或许是春日阳光下 少女中美解题的样子 又或许是少女不经意说无言 我们一起去清大吧 或许是 在一起后 少女的那句 我们去组建一个家 一个温暖的家 就熟完成的时候 我反倒是贪念这种温暖 不愿意回到现实世界了 我以为的抱团取暖 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天定的情愿 又岂是那般容易破坏的 我看着因为灯光 而显得波光灵灵的江面 却意外瞧见丝丝细血 江城的出血 提前了 我伸手接过一语 任由他画在手心 顾无言 这是系统第一次郑重地换我全名 我应了一声 下意识抬头 明晃晃的车灯 让我下意识闭上眼睛 顾无言 到了现实世界 好好爱自己 他落下这么一句话 我整个人都被突然加速的汽车碾压过去 我本来以为会感受到疼痛 但却没想到 不仅不疼 反倒是化作灵魂飘在空中 这是我人生头一次 以上帝视角看自己的死亡 骨头裂开的声音 足够叫人毛骨悚然 而满地的鲜血 更是叫人彻夜难眠 肇事者不可能没注意到不对劲 跑车在驶出几百米远后 终于停下来 我看到下车的人 心中暗叹 真巧 居然是梅吉伯 刚刚发生了什么 眉眼恋眼的女人 坐在驾驶座上 语气疑惑 撞倒人了吧 那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这种人一看就是想要额钱的 到时候多给点钱私下和解 就算是撞到了人 在梅吉伯眼中看来 也不过事前就能解决的小事 我看着柳如烟脸上的惊慌 逐渐消退 取而代之的是对男人的认同 你说的对 那可不是 换我来看 让你知道 什么是速度与激情 简简单单的调侃 让柳如烟笑得花枝乱颤 成熟的他 宛若一朵娇艳欲滴的玫瑰 比起少女时期的青涩 多了些许娇媚 我没有错过梅吉伯眼中的惊艳 他跃过窗户 想要吻他 可不知是柳如烟醉了 还是我看错了 那个吻 并未落在唇上 而是落在了发间 看到这里 我已经不想再去猜这个吻的意图了 他们二人之间的感情 不是我这个外来者可以动摇的 我的尸体早在出血中 逐渐失去温度 我以为死亡后 我会回到现实世界 可我却发现自己 依旧在这里 系统 这是怎么回事 作主 在未经世界认定合理死亡之前 您无法脱离世界 系统 你知道吗 起初我真的以为 自己能够和柳如烟好一辈子 世事无常 诉主 机械的声音 被我听出几分劝慰 你说柳如烟得知我的死亡消息 他会哭吗 会懊悔醉酒驾驶杀了我吗 爱到极致 便是恨 恨他不曾对我言说内心深处的想法 恨他曾经的甜言蜜语 不过是虚情假意 更恨当初的自己 不过是被人施舍了少许的糖 便如同哈巴狗般的将身心奉上 我看着他们两个人 若无旁人的打情骂靠 看着柳如烟不再去公司处理事务 看着他们二人在雨中相拥 在跑道上赛车 后来的慈善晚会上 柳如烟一席红裙出席 引来众人惊念的目光 而受邀出席的梅吉博风流倜傥 二人站在一起 十分般配 梅吉博许是觉得自己尚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也不在乎媒体会如何报道他的风流运势 他伸手就想要揽住柳如烟纤细的妖枝 但柳如烟显然是在乎他人的目光 至少在所有人眼中 他是有夫之妻 女人娇俏的脸上露出几分不乐意 悄无声息地避开了男人的亲密 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可不想上今天头条 任人平头论足的 他连拒绝都带着娇称 让本来不高兴的男人脸上露出几分了然 你这人就是好面子 当初我追你 也不全是因为赌约 梅吉博醉意上头 说着口头哗哗的话 要不然 这么多年 我怎么还是单身呢 柳如烟显然受用了这番说辞 脸上不免露出几分得意 年少不得之物 终究困其一生 现实世界穷穷竭力 我这才对柳如烟口中描绘的未来蓝图心动 柳如烟前半生不曾被人偏爱 在世界的角落独行 梅吉博的张扬放肆 成了柳如烟向往的生活 而平淡如水的我 给不了他想要的新鲜刺激 我看着这场宴会中的公愁交错 对筹集起来的金额感到欣慰 柳如烟不爱我 是我自讨苦吃 可我们二人共同成立的花朵慈善基金 他不曾散去半分心神 宴会到了尾声 柳如烟独自一人走到阳台 看着空荡荡的微信 嘴里嘟囔着 怎么还不给我发消息呢 这都好几天了 我没能知道他究竟在抱怨 谁没回他消息 只是在想 或许柳如烟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早就有了其他的心处 而喝得鸣鼎大醉的梅吉博 在接到一通来电之后 连声招呼都不打 就离开了宴会 我看着他的眼神 由慌乱逐渐变得阴狠 当落在阳台上的女人时 又逐渐变得势哉必得 直到随着梅吉博 一同见到我那残损不堪的尸体时 我这才知道 帮忙善后的人发现了我的死亡 却不知道如何处置 这才打电话给他 本来靠着钱可以安抚的事情 因为人命 变得棘手起来 但是因为我的不善社交 手机中的紧急联系人 只有柳如烟 所以 这件事情的可操控空间极大 可那人每次想要汇报这件事情的时候 梅吉博都忙着带柳如烟玩乐 根本没空理会 直到今夜 他意外 从电话中听到我的名字 这次忙里偷闲来处理这件小事 老天或许对我还是有些怜悯的 没让柳如烟对我的爱意 只不于下季 可冬日的尸体 也没好到哪里去 虽说尚未腐烂 可从他们嫌弃的眼神中 也可以想象到 那股难闻的气味 被碾成你的手臂 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满身血雾比恐怖片 还要让人惊喜 这种惨状 并不能让梅吉博有所悔改 于是我亲眼看着我的尸体 在他的催促下 被绑了石块 沉入海底 至于所谓的监控记录 早就被高架买下 系统 我会以灵魂方式 永远的留在这个世界吗 看着他们抛尸的举动 我没什么感觉 只是不能看到柳如烟 得知我死亡消息时的表情 心中总有些遗憾 或许吧 系统也没想到 所谓的男主 能够做出这般毁三观的事情来 他没能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 梅吉博并不觉得自己的做法 有为道德与法律 或许是豪门家事 让他忘记了所谓的法律制度 又或许是美利坚的自由主义 让他愈发肆意妄为 他看着泛起阵阵涟漪的海面 与其猖狂 顾无言 这不能怪我 老天都站在我这边 你可是死在了柳如烟的手下 你那么爱他 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坐牢吧 我这可是在做好事 他点燃一支香烟 飘飘然地吸上一口 这人在座 天在看 当初你故意拆散 我和柳如烟 如今也算是自作孽不可活 说完这句话 他不屑地瞥了眼头尸的地方 带着一群人离开 海水的冰冷 似乎透过尸体 传到我的四肢百骸 那种溺水的窒息感 让我呼吸不过来 等我从那股寒意中缓过神来 这才发现 灵魂回到了藤晋的公寓之中 不过短短几日 沙发 桌椅 橱柜上已经落了不少灰尘 显然在我离开后 并没有其他人来过这里 而原本在晚会上的柳如烟 此时踩着高跟鞋 摇摇晃晃地靠近房门 他在包里翻找许久 可没找到钥匙 去着手指敲门 无言 开门 他软声软气的样子 像极了曾经爱我的样子 他醉了 醉得就算是面对我 都是这副情义绵绵的样子 见屋内始终没传来脚步声 他布满的醋眉 几缕碎发懒懒地落在额前 灵动的眼睛 染上几分不安事事地懵懂 无言 你再不开门 我就再也不回来了 他像是个被宠坏的孩子 想要用离开话来我的妥协 可是 我已经死了 他又怎么能够指望 一个死人能够为他忙上忙下呢 终于 他的耐心耗尽 从包中拿出钥匙 踩着高跟鞋 就往卧室冲去 久未居住的房间 显得格外清冷 他显然有些错愕 可很快化作冷笑 布满言 你倒是能耐了 居然还搞离家出走这一套 他像是堵定了 我不过声闹小情绪 不紧不慢地走到客厅 可我看到 他逐渐皱起秀眉 跑到卫生间 吐了个昏天黑地 看到他这副样子 原本如死灰的心 燃起来一组小小的火苗 结婚三年 我无比期待和柳如烟 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这会是我们的孩子 到来的信号吗 可很快 柳如烟竖了数口 捂着鼻子 嫌弃地将垃圾桶中 散发着臭气的食物寂静 我差点忘了 离开的那天晚上 忘记将做好的饭菜 扔到楼下的垃圾桶 吐了之后 柳如烟看上去清醒了不少 他慢悠悠地卸妆 嘴里还哼着小曲 显然对最近 丰富多彩的生活极为满意 可等到吹头发的时候 他下意识喊了我的名字 吴言 我的头发 话说一半 他赌气般地 插上吹风机电源 对着滴水的黑发一通乱吹 还说什么照顾我一辈子 这才几年 就和我闹别扭 不就是没人吹头发吗 我自己有手 和柳如烟在一起后 这些小事情 都是我帮他做好的 他总是懒得吹头发 是我让他躺在我的大腿上 耐心地用毛巾吸干水分 慢慢将尸法吹干 那个时候 他就像是只背懒的猫 全成一团 可爱至极 整整十年无微不至的照顾 曾经抢势做的懂事少女 被我宠成了食指不沾 羊吹水的大小姐 活不其然 很快 他就被热风烫得呲牙咧嘴 我看着他泄愤地将吹风机摔在地上 气呼呼地跑去卧室 可就算如此 他依旧不消停 精致地指甲在手机上悄悄打打 而我和他的最新聊天记录 依旧是我问他的那句 什么事情 我的死亡无人问津 唯一能够发现异常的枕边人 早就将我的消失 定性为夫妻之间的小情绪 柳如烟依旧和梅吉博私混在一起 只是态度越来越敷衍 语气也愈发不耐烦 他似乎迷上了酒醉的感觉 酗酒的程度 一次比一次疯 他扭头看向一旁依旧脾帅的梅吉博 像是想起了什么 我记得之前飙车的时候 好像撞了人 后来你赔钱了吗 轻描淡写的样子 让我彻底看不清他了 我是那种在乎三瓜两枣的人吗 梅吉博一愣 烟雾缭绕的时候 掩盖了他眼神的心虚 他翘起二郎腿 洋装不经意问道 倒是你 不是说不爱顾无言吗 怎么还不离婚 我家那边可是催着我结婚 就等你这边手续办好了 手续 他嫌腻着梅吉博 目光稽巢 你倒是想迫不及待 想要和我在一起 难不成 你还想和顾无言 那个没用的男人在一起 梅吉博浑身带着傲气 当初录音那事 我可是 看在你的面子上没揍他 柳如烟上下打量 靠在沙发的男人 所以 你当初你是觉得 就算我知道真相 也会选择和你在一起 是啊 可惜我赌输了 梅吉博叹了口气 故作深情 小如 我愿赌服输 往后的日子 就让我陪着你吧 随性的告白 没有鲜花 没有浪漫 只有酒色迷烂 柳如烟没答应 他沉默两酒 最后环视周围一圈 高声道 大家随便喝 这顿我请了 说完 他便步履匆忙的离开包厢 没急薄微眯着眼 没有去追他 旁边的小弟讨好的问道 梅少 您不去趁热打铁吗 不急 他和柳氏集团 都是我的 离开酒吧的柳如烟 并未像他所说的那样心慌意乱 而是在电话铃声响起的那一刻 立马找了个还在安静的地方 顾无言 这都第几天了 你终于想起来 家里面还有个 请问是刘女士吗 是刘女士 而不是顾夫人 这是我特意向院长妈妈嘱咐的 我希望我的少女永远做自己 而不是作为顾夫人的身份 出席在每一个场所 听到客气的话 她脸上的得意 立马被错愕取代 可当注意是孤儿院院长 柳如烟还是耐着性子问道 胡院长 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我就是想问问顾先生 最近很忙吗 大半个月都没见到他了 孩子们都说想他了 电话那边传来院长妈妈的声音 我鼻尖一酸 险些落泪 原来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很多人惦记着我 无言吗 柳如烟张了张嘴 声色道 我最近和他到矛盾了 您放心 等和好了 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看您和孩子们 在外人面前 他向来不吝啬表现我们之间的 间谍情深 好好好 我和孩子们都好好的 你们小两头也要好好的 听见这话 胡院长的声音中 终于表露出几分喜色 而挂断电话的柳如烟 脸色瞬间变得难堪 这些年 除了料理家务 我唯一的乐趣 便是去孤儿院 和那些无父无母的孩子作伴 每逢周五 我都会陪着那些 孩子们做手工 学着曾经温暖我的志愿者们 在他们心中点燃一盏灯 柳如烟也是知道的 虽说曾经的他父母双全 可母亲的早逝 父亲都无所作为 在经历上 和我有着惊人的相似 曾经吃过的苦 就没必要让下一代继续吃了 再创办慈善会 资助孤儿院 我们达成了前所未有的统一 只是柳如烟太忙了 忙到每次只能我一个人 去看望那些孩子们 院长的那通电话 终于让沉迷酒色的柳如烟 发现我的不对劲 不是因为晚归 而故意离家出走 而是真的断联了 我看着他再次 点开我们的聊天记录 慌乱打下几行字 顾无言 再闹下去 就真的没什么意思了 我不就是晚归了几次吗 至于闹这么长时间吗 你再不理我 我就不要你了 他没等来对方 正在输入中这几个字 例如曾经的我 没能在无数个漆黑的夜晚 没能等来他的温声软语 真奇怪 结婚三年 没等来他的回心转移 只是微信消息没有秒回 柳如烟失魂落魄的样子 就像是 失去了对他而言 很重要的东西 我看着他 催促着司机加快速度 看着他一路狂奔回家 主动和我发消息 是和好的信号 他以为回到家 看到的会是温暖的灯光 温热的饭菜 以及温柔的我 可是依旧是满是轻饿 他放弃了发消息 选择打电话 可是 手机早就被碾成无数个碎片 连被人捡到的机会 都不会再有 他开始气急败坏 将我精心布置的装饰 砸得七零八落 像急了吃不到糖 便开始耍赖的熊孩子 一点都不可爱 等他发泄后 柳如烟像是回过神来 看着狼藉一片的房间 迷茫地眨了眨眼睛 我收拾 我这就收拾 碎掉的瓷器 划伤他白嫩的手 鲜血瞬间一出 可他像是不知道疼 血流了满地 依旧不肯停下 我下意识想要阻止他 近乎自虐的举动 可当身体穿过他的时候 我这才猛地清醒 对他的爱 早就在一日日的冷淡中 消失殆尽 可爱他早已成为 刻入骨髓的习惯 柳如烟不会知道 我就在不远处看着他 我扭头看向窗外 却意外看见了漫天烟花 新年快乐 小系统 我无人可庆祝过年 内心深处默默念叨系统 本以为他早就下班了 却没想到电流声 传入我的脑海 新年快乐 宿主 柳如烟无暇在意新年 他的胸口剧烈起伏 狼狈地坐在地上 自言自语 顾无言 你休想抛弃我 对 你肯定就在这里 肯定就在这里看我笑话 小小的脸上充满疯狂 锐利的视线四刀般 似乎落在我的身上 他开始满屋子翻找 像个疯子般念叨我的名字 我不觉得 他这是在担心我 自作多情太多次了 我不想再犯见了 他无非是觉得 签约离婚协议 怎么能少了一个我呢 果然 我没想错 柳如烟也就疯了那么一下 此后 他和梅吉博成双成对的消息 出现在各大报纸头条上 最劲爆的一条 当署报道 二人好事将近 当透过别人手机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觉得 有情人终成眷属 挺好的 只不过柳如烟 似乎走了一步婚旗 他居然为了让梅吉博少遭受非议 花上千万 重金寻我 这条新闻一出 不少人都在咽现我的好福气 就算柳如烟不爱我 还有大把的钱花 可是 就算花上意 我也不可能活生生地 站在柳如烟身边 我早就死得透透的了 因为这件事情 柳如烟头一次和梅吉博发生争执 还是在所谓的订婚宴上 他们请了很多上楼人士 看上去就知道花了很多心思 不像我和柳如烟 根本没有所谓的婚礼 当时创业正是关键期 柳如烟却开始内耗抑郁 不停地问我 吴言 要是我创业失败了 非上一屁股债 你会离开我吗 我看着少女眼中的悲怅 摸着她的脑袋 安慰道 不会 只要你还要我 我一直会在你身边 为了让她彻底安心 次日我便向她求婚 我说不出来什么浪漫的话 只能用行动笨拙地表示 我的心意 她哭着答应了 我说 想要给她一个盛大的婚礼 她说不急 等公司正式上市 她要向全世界炫耀 自己有一个最好最好的吴言 可是 我等了很久很久 一直没等来她 所谓的官宣 柳如烟 你那条微博 到底什么意思 穿着得体西装的男人 将手机上面显示的 重金寻负的热搜 对到她的脸上 什么意思 柳如烟没被男人 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 吓到 歪着脑袋 眼神无辜 可是 我不和顾无言签离婚协议 怎么和你在一起呢 梅基伯被她三言两语哄好 一如从前的我 这还差不多 她甘巴巴地点头 目光躲闪到 不过 要我说 这么久 没看到顾无言这小子 不会是拿着你公司的钱跑了吧 找她做什么 我又不是在乎名分的人 她越说越流畅 全然没有看到柳如烟 愈发英智的眼神 贱女人迟迟不回话 她自然地 将人搂入怀中 小卢 你说是不是 是什么 柳如烟满眼厌恶地 推开梅基伯 嫌弃地拍了拍手 是你拿感情 当赌约的人渣行为 还是基于柳氏集团的狼子野心 柳如烟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没料到 这段日子 对她言听计从的柳如烟 会用那种眼神看她 说实话 我也没想到 怎么 只允许你用赌约追我 我就不能玩弄你的感情吗 柳如烟抬眸看她 这段日子我也玩够了 感觉你也就这样 当初我怎么就觉得 你在发光呢 脑袋空空的二世祖 现在想来 我也真够可笑的 她说完这句话 扑斥地笑出声 我就不陪你玩了 我有无言 梅基伯许事 被她这副刻薄的语气刺的 恼羞成怒道 柳如烟 你踏马玩我 撞入女人 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神 梅基伯瞬间理会了她的意思 报复我 她收敛脸上的怒气 恶劣一笑 柳如烟 我这里有个好消息 你想知道吗 柳如烟不懂她的话 但我懂 她是指我早就死了 你想说什么 柳如烟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你在害怕什么 被女人玩弄的羞辱 对于从小 在女人堆里 无往不利的梅基伯而言 无异于将她的脸 在地上踩了又踩 她说话的样子 像一条吐着毒性的蛇 可我觉得她有些蠢 柳如烟不爱我 又怎么会因为我的死亡 而有所动容呢 顶多因为开车撞死人 感到愧疚 而话题还未继续下去 柳如烟来不及追问 提着裙子就往前面赶去 作为灵魂的我 自然比她快 我看到的是一具 泡得臃肿的尸体 看不清楚五官 手臂似乎还随着海水飘荡 真宠 哪怕身为灵魂的我 都忍不住干呕几下 宿主 那是你的尸体 久违的系统音 将我吓了一跳 我还以为你早就走了 宿主 在还未将您送入现实世界前 我一直都在 柳如烟也被这一幕 吓得面色苍白 洋装镇定的安抚宾客 晚来一步的梅吉博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 拨打报警电话 警察来得很快 毕竟在场的都是上流人士 要是出了点什么问题 他们难辞其咎 警察熟练的包围现场 有序的将人群疏散 唯独留下了几个目击证人 以及邮轮宴会的主办主 柳如烟 信息采集后 他们便将人都放了 带着我的尸体回到了警局 我看着法医将我的尸体解剖 确定我的死亡原因和时间 检验DNA后 不可思议的联系我的唯一家属 请问是顾无言的夫人吗 是我 电话那头的声音听得不算清晰 似乎刚睡醒 很抱歉通知您 您的丈夫大概于去年12月22日 晚因车祸离世 尸体于今年1月22日 发现于潜水湾 经调查 我方怀疑您的丈夫死于谋杀 麻烦您尽快前来认领尸体 并及时配合警方调查 在官方这段话说出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的身体愈发透明 冬天到晚 春天还会远吗 我有一种莫名的预感 离开这个世界的契机 就在柳如烟身上 可电话那头 明明有着愈发粗重的呼吸声 却始终懂不来柳如烟的回复 顾夫人 您还在吗 我 我在 她艰难地找回自己的生意 可似乎不幸 我就这般轻易地离开人世 不甘心质问 你确定 这人就是我的丈夫吗 我不过就是和她有些小矛盾 她怎么可能出车祸呢 刘女士 请端正宁的态度 死者为大 还请您积极配合警方调查 她彻底沉默 好在她选择了相信这通电话 急匆匆地赶来了 而一同赶来的是被绑着的梅姬伯 她怎么来了 柳如烟厌恶地看着男人 这年头进警局也能碰上她 会不会气啊 柳女士 在12月21日晚 您是否与梅姬伯先生在一起 那天是什么时候 柳如烟头一次被关在小屋子里被审问 仓皇地望着警察 不知所措 江城出雪那日 您是否与梅姬伯先生在一起 出雪吗 柳如烟皱眉 脸色顿时苍白如指 是 是的 那夜是否开车经过818天桥 是的 那夜你是否饮酒 一步步的追问 让柳如烟彻底崩溃 是的 是的 我承认那夜我酒驾了 我承认我撞人了 可是梅姬伯不是说 已经私下和解了吗 她猛然站起身 红卓言 这些问题又和我的丈夫 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不是更应该讨论 我丈夫的事情吗 你们说可能涉及谋杀 为什么不告诉我 嫌疑犯是谁呢 字字气血 隔着玻璃 我都能感受到她的绝望 可是 死的是我 又不是梅姬伯 这副深情的样子 是不是给错了人 问话的警察眼神难测 犹豫道 那请问您知道 于12月21晚 死在818天桥的人 是您的丈夫吗 你说什么 我头一次发现 柳如烟的声音如此刺耳 他颤着唇 许久才找回声音 你再说胡话吧 我丈夫怎么可能 大半夜出现在哪里呢 他明明在家 等着我们的结婚三周年纪念日 他正正地看着前方 脸颊上的肌肉不住颤揉 结婚三周年纪念日 原来他不是不记得 只不过那夜 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所以才不愿意回家 我倒是宁愿是他忘了 那样就不会知道 在柳如烟心中 我永远是他的备用选项 挥之即来 招之即去的那种 厌果留狠 本以为被篡改的监控记录 会被永久埋藏 可没想到 北极博士 买下了天桥上那夜的监控 我从公寓开车 前往天桥的那一段 他甚至都没想起来要去销毁 若是柳如烟真的与他同流合污 或许这件事情 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约而不肯放过难得的美食 在肯使我的同时 将绑在尸体上的绳索 一并鸟断 潮起潮落 就这般凑巧的 将残暴不堪的尸体推上岸 一环环的巧合 让死去的我 险些认为自己 就是世界的主角 在最终判决书下达的时候 当正义的警钟敲响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身子 在逐渐消融在冬日的阳光之下 当梅基伯得知自己被判了死刑 而柳如烟 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时候 他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 凭什么 明明是他撞死的人 凭什么死刑的不是他 柳如烟的眼睛空洞无神 整个人透露着一股死气 并未理会男人的质问 而是养着脑袋 对着空气中我的方向喃喃道 吴言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下意识摇头 不要了 我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都不想再看到你 哪怕知道柳如烟 听不到我说的话 我还是郑重地回答了他 顾无言从来不后悔 爱过柳如烟 只是人生太苦 不想再遇见他了 可他像是听见我的回复 像得疯子一样的 又哭又笑 他拉着律师 指着空中的我 咧嘴笑 我的无言才没有死 他在那里看着我 陪着我 宿主 感受到女主情绪之波动 您获得在这个世界 重生的机会 是否选择留在这个世界 系统也曾问过我这句话 那次我因为柳如烟 描述的家太过温馨 选择留在这里 可是这次 我只想回到现实世界 柳如烟 初见时 你曾送我的后会有期 如今 我只想与你再也无期 不 我选择脱离世界 话音刚落 我只感觉视线一道白光 迷迷糊糊之间 我好像听见一道女生 哭着喊着无言 谁是无言 515床病人顾无言 记得脚肺 我嗅着消毒水未醒来 摇了摇脑袋 只感觉自己做了一个 很难受的梦 不过更让我难受的是 眼前比我命还长的脚肺单 梦境虚幻 我也早就不是那个 因为一个噩梦 就会哭着找院长妈妈的小男孩 那次大病后 我总感觉自己 忘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可被遗忘的东西 真的重要吗 我的回答是 既然已经忘记了 那就不要再去回想了 柳如烟翻外 我一直都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生命 老师曾说 他苦度众生 可我三岁没了妈妈 父亲却是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记住在小姨家的那几年 着实不好受 明明是亲戚 可我却感觉自己像个仆人 可我不甘心 一辈子做阴沟里的臭丑 于是我拼命地学 终于凭借特招生的身份 进入贵族学校 只是 这里的女生 说着我不懂的时尚 男生聊着我不懂的潮流 我并不觉得自己低人异度 成绩足以让我在这个年纪立足 可我还是不甘心 他们凭什么 用那种轻蔑的眼神看我 我想要和他们争论 却只能靠着阿Q精神娱乐自己 直到那一天 被医父指着鼻子骂击生虫 有娘生没爹养的时候 我再也不想努力了 当站在天桥上的时候 我恨不得一聊百两 我只是想想了 可有个善心泛滥的少年 以为我要跳海 声音地安慰我 我把所有的怒气 倾斜在这个傻得可怜的少年身上 本以为他会对我灌鸡汤 可他却出奇地安静 那霜如月光般角积的眼睛 静静地看着我 我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本以为我和他的来往终止于此 却没想到次日 他变成了教室中维尔的特招生 许是惺惺相惜 他用捉猎的借口对我搭讪 于是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我头一次发现 原来真的有人全心全意对我好 虽然不知道他会坚持多久 可我在心中默默为他圈了一块地 一片名叫顾无言的地 可我逐渐不满足于他对我的温柔 他什么都好 就是太温柔了 在他身上我看不到半点未来 于是 当得知梅吉博想要追我的时候 我可耻地动心了 但凡和这人扯上关系 少不了好处 可顾无言戳破了我的梦 那只是一个赌约 我恼羞成怒 却不敢和梅吉博对峙 将这一切默默记在顾无言的身上 神明曾经给予过我最好的礼物 可我却生出了更大的贪婪 年少不曾满足的心愿 在顾无言的温柔下 自生出更大的欲望 于是 在得知梅吉博回国后 我想要为暗淡的青春放纵一会儿 可我没想到 不过一夜 我所拥有的一切化为乌有 他惩罚我的贪婪 让顾无言死在了我的手上 我是连赎罪的资格都不配有的罪犯 为什么不是死刑呢 咬蛇 吞叉 撞电网 我在牢狱中一次次自杀 可每次都没死成 每到深夜 便是最难熬的时候 我睡不着觉 闭上眼睛 就是无言 那双不带任何情感的双眸 他怎么会不恨我呢 无非就是因为不爱我了 这个鲜血淋漓的答案 我在牢狱中想了三年 才敢面对 而为什么会鬼迷心窍 和梅吉博私混 我想了一夜 一夜白头 我想我明白了 是自卑 与狼狈时 过早遇见皎洁的月光 是内心惶恐作祟 想要试探顾无言 究竟有多么爱我 可试探的结果太过惨烈 疼得我不敢回忆过往 过去和顾无言的田 与金西失去之苦相比 疼得我无法呼吸 我没能活多久 在监狱的第十年 我死了 于冬日的出血日 死在了痘殴之中 骨头断裂 感受着室温的难熬 我这才明白我的无言 死的时候 到底有多么难受 可奈何桥 没有我的无言 我等了很久很久 期待着与无言的再次见面 可很久 究竟是多久了